大家好,我是可见妈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洋葱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一种蔬菜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是非常受欢迎的美味菜肴 并且各项研究表明 常吃洋葱具有很高的养生保健作用 洋葱含有的辣味素能够抗寒 可以抵御感冒,有较强的杀菌作用 常吃洋葱还可以促进消化,治疗,消化不良 并且常吃洋葱还可以降血压,降血脂 对高血压,高血脂和心脑血管疾病 都有非常好的保健作用 并且洋葱还可以抗癌,防癌,延缓衰老 洋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安神,助眠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不过想要把这些好处全部挥发出来 今天这个视频您一定要耐心的看完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个新鲜的纸皮洋葱 把外面的老衣给它剥干净 然后再把头尾切去不要 再给它对半切开 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跟我一样的经历 在切洋葱的时候经常会辣得泪流满面 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我们在切洋葱的时候 要把这个洋葱的切口给它朝下 然后这样切就不会辣眼睛了 另外还可以在刀上面沾一些清水 或者是用淡盐水把洋葱浸泡五分钟 这样切也不会辣眼睛 然后再把洋葱切成小块 平时我们常见的洋葱除了有紫皮洋葱 还有一种白皮洋葱 除了外观上有所区别 它们的营养价值也有很大的不同 紫皮洋葱的营养价值要高于白皮洋葱 这不仅仅是因为紫皮洋葱中含有独特的抗氧化能力 较强的花青素能够保护人体免受自由基的损伤 还有紫皮洋葱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 它含有大量的钾和钙等矿物质 都对人体有非常大的好处 另外紫皮洋葱还能够增强血管弹性 因此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 可以提亮肤射 增加我们的皮肤光折度 而白皮洋葱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可以缓解人体的疲劳 但是它却没有紫皮洋葱这么多的营养价值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好选用紫皮洋葱 洋葱给它切好之后 我们再用手给它抖散 这样洋葱的营养物质更容易释放出来 全部抖散之后再把它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小块老黄姜 然后再加入一点点清水 再用食盐先把生姜搓洗干净 生姜所含的姜纳素 能够刺激舌头上的味觉神经 能够刺激味联膜上的感受器 并通过神经反射器促进胃肠道冲血 增强胃肠道蠕动 促进消化液的分泌 使消化功能增强 从而起到开胃、健脾、促进消化 增强食欲的作用 生姜含有的姜纳素和挥发油能够稀释血液 对大脑皮层血管运动中均有兴奋的作用 使血液流动更加的顺畅 从而给大脑提供更好的氧气 增强大脑的活动 生姜肉是属于热性的 而这个生姜皮它是属于含性的 所以我们吃生姜的时候最好连皮一起吃 只要用食盐把生姜皮搓洗干净就可以了 两者一起食用 刚好可以中和 清洗干净的生姜我们把它切成细湿 切好之后直接把它放入砂锅中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盖上盖子 把生姜煮上10分钟 10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 这个时候姜的营养物质都已经融入汤中了 我们再用漏勺把里面的姜给它捞出来不要 当然如果能把这些姜吃下去 那也可以不用捞 全部捞干净后再把洋葱粒给它倒进来 再开大火 洋葱下锅后就不需要开盖子了 用大火继续把洋葱煮开 煮开锅后再煮10分钟左右 在煮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闻到一股特别浓的洋葱香味 洋葱煮开锅后继续煮了5分钟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汤慢慢的变颜色加深了 洋葱的颜色也慢慢的变淡了 这个时候洋葱的味道就融入汤里了 我们可以碗里面加入一小勺的枸杞 然后再煮两分钟左右 枸杞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是非常的高 枸杞具有清除人体自由基的作用 还可以有效的保护心脑血管 内皮维持血管的弹性 也能够抑制心跳 对于调节心率不齐也有帮助 还参与维生素A合成 含有铁元素 可促进造血功能 此外含有的维生素B1、B2和C与钙 对眼睛的健康是有好处的 中老年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枸杞 枸杞不需要久煮 大约煮两分钟就可以了 洋葱也不能煮的太长时间 时间长了它的营养成分就会流失 煮开锅后最多煮10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 这个时候的洋葱颜色明显变淡了 像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装网开吃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下方留言 加一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洋葱煮水 这个洋葱可吃可不吃 我们也可以只喝里面的汤 洋葱煮水一定要趁热喝 一次大约喝3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 洋葱水包含了洋葱所有的营养成分 研究表明洋葱煮水它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洋葱煮水的神奇之处 那么长期喝洋葱煮水到底有些什么好处呢 第一洋葱煮水可以预防富贵病的发生 现在很多人都患上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这样的人群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洋葱水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预防这些富贵病的发生 因为洋葱中含有一种叫做黄料丁酸的物质可以帮助身体细胞更好的利用糖分 从而避免血糖过高 洋葱中含有一种物质叫做黄料线素A 黄料线素A可以扩张我们的血管减少体内的储存 也能够使血压保持在一定稳定程度上 第二喝洋葱水还可以抗癌防癌 现在患癌的人也越来越多 洋葱有这样很好的抗癌防癌的功效 主要是洋葱内含有锡元素和胡皮素 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 抑制癌细胞的分裂和再生 而胡皮素也能够抑制癌细胞的活性 阻止癌细胞生长 所以经常喝洋葱水的人可以减少癌症的发生 包括已患癌的病人 也可以多喝洋葱水 可以防止复发 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对抗癌症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